先听过北区大学一个教授 好像发明了一种机器 可以让人跟人之间进行意识交流 透过科技潜入别人的梦境当中 找寻事实的真相 这是号称台版全面启动的影集 《猎梦特工》 坦白说 我可以改进你们的技术 但我要加入 大家好 我是王世贤 我在剧中饰演陈天丽这个角色 是一名科学家 早来王世贤担任男主角 颓废的造型 就和以前的其他戏剧 有所区隔 整部影集可以说是悬疑离奇 最新一集的预告 还出现这个角色 来自日本的国宝级演员 国春准也加入演出 光是他成本就很高 国际影音平台大手币投资 整部影集只有八集 就耗资1.3亿台币 等于一集要价1625万 号称史上最贵的台剧 相较于去年台湾非常受欢迎的 俗女养成剧 已经号称台湾最高成本 但是一集的制作费才190万 觉得OTT其实带动了一波 很好的戏剧潮流 然后大家在对于类型的探索 这件事情有更丰富的想象 然后相对因为制作费也相对提升之后 我们看到在技术层面的更大的进步 金钟奖评审瞿佑宁也认为 影音平台还有国际公司加入拍片之后 台湾戏剧的水准也大幅提升 像今年的金钟奖入围 不再是几家电视台所垄断 这些国际团队的加入 让台湾的戏剧更加国际化 东西绿绿在台北报导 这些国际团队的电视台